一粒沙 作者 高夏芳 传说天主创造天地时 没有造沙漠 大地到处绿草如荫 花香 野茂 当天主把这美丽的世界 交给人时 提醒他们要行善必恶 每当有人犯罪 就会有一粒沙 落在这翠绿的大地上 人们根本不以为意 不把天主这话放在心中 一粒沙在这辽阔的大地上 算什么 日子已天天过去 人们生活放肆 罪恶泛滥 沙力就从天上倾盆落下 渐渐形成沙漠 在地球不同地方出现 至今 沙漠的范围还日渐扩增 沙也越堆越厚 如此下去 大地最终会被淹没 主 人们认为 为一粒小沙 无需介意 为一次过失 不值得紧张 犯一次罪 不用耿耿于怀 其实 每一个小过犯 都得罪你 都是对你忘恩负义 对你的慈爱 不领情 每一个罪 都伤你的心 我们的罪 也如沙一样 冲涩着我们的心灵 使之蒙蔽 麻木 僵硬 使之干枯 萎缩 荒芜如沙漠 了无生气 还有 沙力一开始滑下 便一粒跟着一粒涌现 甚至排山倒海的 不能抵抗 主 我们从心灵的沙堆中 向你呼唤 求你使我们超越盲色 敞开心胸 认清我们的罪恶 及过犯 不要低估 每一粒诱沙 不要轻看日常的小过失 让我们用达味的肺腑之言 向你祈祷 求你眼面 别看我的罪过 求你除掉 我的一切罪恶 求你给我再造一颗 纯洁的心 求你使我心 重获坚固的精神 求你不要 从你的面前 把我抛弃 不要从我身上 将你的圣神收回 求你使我 重获你救恩的喜乐 求你 以慷慨的精神 扶持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